就是要只為了我 我要他 他就做孤兒 他就只能了放手 不過我趕他走 我跟你嫂子啊 床頭吵 床尾合 再說哪個夫妻不吵架 是是是 床尾合 床尾合是要在床上合 在這裡合 你比較便宜了 老頭 你現在講的每句話都帶刺 我跟妳大嫂 我現在是不要跟她計較 大家先冷靜一下 不要 你在幹嘛 你管我 我看妳的電視 不要抖了嘛 我就會抖嘛 你坐在這邊會愛著我看電視啊 怎樣啦 我這回啊 我是頭大嫂這一票 也要我瞭解 一個女人獨守空歸的吉母 更何況啊 她等的是妳這隻呆頭兒 好啦好啦 這裡等一當 留給妳當 我再去洗個澡 難過死我了 好 真的是我弟弟嗎 生涯規劃的一條路 這個人生如果沒有妳老公 妳還能不能活得下去 妳有沒有把自己準備好 有沒有把自己建設妳的信心 健康快樂等等 老師這個努力是為離婚以後努力喔 為自己 不管有沒有離婚 凡事人這一生都要這樣 但是很多太太太全心全力照顧家 照顧先生照顧孩子 所以她忘了自己 所以忘了一條自己成長路 那風吹草動就很痛苦喔 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個透過另外一方 原來她就是想要睡客廳 對 然後把這個注意力轉移下來 不要一天到晚就說 她會愛玉文 為什麼我禮服上別的女人 然後這樣一直掉下去 越來越快 這樣就不會早涼的 你會看到這個工作有什麼東西 有時候用這個思考 你會發現 這也是一個重整家 更健康相對的一個機會 你會看到說 這樣子有沒有回來 那還另外 最重要是自己 你會把自己最深的生命力量找回來 這一次把自己探索 你真要我當廳長 對 我努力去追求自己的成長 然後我去改變 然後去上課 對啊 去播跟外面去接觸 我去收視頻之後 暫時當廳長 我跟女老師要之間的 對一個跟親情 我們一起有一個小一個 是自我 對導演的成長 對一個是非常恐怖 你都開心 我跟女老師要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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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起有一個小一個 對 船啊 船啊 快點船啊 對 往裡面跑 跑 豬頭啊 你快跑啊 唉唷 他什麼時候起來了 連衣服都換好了 不理我 也不叫我 到底是什麼意思嗎 我都不想到 過來了 我都不睡了 就算是好, 出上去就行了 臭臉茶, 練習就快看 穿啊, 穿啊, 快點, 穿啊 對, 往裡面跑, 跑 但是什麼都沒說, 親子就走 這樣好嗎? 好吧 好吧, 我再給臨家安最後一次機會 如果他願意跟我說清楚 我就留下了 怕什麼, 放棄他們, 坐 你... 臨家安, 我現在可以跟你談談嗎? 什麼 快跑啊, 快跑啊, 你個豬頭啊 你腿端啊 你竟然叫我快跑 糟糕 喂 哎唷, 豬頭啊, 你怎麼往那邊跑 往那邊跑 還不跑 哎, 趕緊出去算了, 不要跑了 不要跑了 哎, 看你們打就我會氣死了 別看, 別看 別看 你, 你剛剛跟我說, 說什麼 沒有, 我現在只是想快跑 什麼都不想說了 哎, 小姑娘, 小姑娘 小姑娘 哎唷, 這誰擺的這麼討厭 這...怎麼又不說呢呢? 電視竟然比我壯一樣 現在什麼都不想說了 你怎麼那麼無理取鬧 我看個電視也會有事啊 無理取鬧 你說我無理取鬧 我... 我... 哎, 小姑娘, 你真是莫名其妙 我在那邊看電視, 你在那邊跟我講話 我... 好啦, 你不想說就算了 我到外面去走一走 等你想說, 你再告訴我 剛才已經給他一次機會了 小姑娘 好 現在 再給他一次機會了 我要再給他一次機會 竟然留得這麼快 我得不到我想要的 你也別想得到 我把遙控器帶走 你就知道我比電視還重要 你就知道我比電視還重要 電視遙控器 不讓你看 undos遙控器 都拿走 不讓你聽 不讓你看 無... 天動晚卻遙控器 不讓你玩 天動晚卻遙控器 中央 不讓你玩 這好像是佳太的耶 管她的 统统都拿走 丁佳安 没有遥控器 我看你怎么过日子 我看你怎么过日子 我没有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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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kura 努力 雖然你答應過多少要幸福 但是人算還是沒有 比老點也算厲害 跟你講的是 穿受扣的腰口氣不要亂丟 現在好了嗎不見了吧 總共鎖這裡那邊你搞丟了你怪我 你越來越大膽了 現在趕快到我頭上 沒有我真的要去上廁所的時候 真的好酷 總共鎖都在我這裡 我等一下再找給你 沒問題 賣出福 小包包 遮陽帽 遙控器 還帶這麼多 去買菜 不對啊 是去美容院 不對啦 去美容院幹嘛帶遙控器啊 那去蔡市場為什麼要帶遙控器 去買菜為什麼不能帶遙控器 既然去蔡市場可以帶遙控器 那去美容院也可以帶遙控器啊 那你為什麼不乾脆自己去問問 傻姑娘她帶了那麼多遙控器到底要去哪裡啊 問就問啊 誰怕誰 傻姑娘你到底要去美容院還是去菜市場說 好 真的嗎 你們不要再為了遙控器再吵架啦 反正 男人有了遙控器就會忘記老婆了 啊 啊 反正 我帶著那麼多遙控器也是沒有用的 不如 丟給你們看今天好了 來 一拿一個 這樣就不會吵架啦 我確定傻姑娘不是要去美容院 我確定傻姑娘不是去買菜 她要去電氣堂 你亂動我的東西 有誰看到我的電動搖桿啦 小姐 你不客氣 喲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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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開一下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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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的小偷嗎 冬飛 你們跟人家結婚信 謝謝 那個胖母的遙控器 雖然說是沒問題 不過你看 一個小小的遙控器 就把你們全家弄得這樣 鞠犬不寧 所以我在想 給那個遙控器拿走的人 一定可以到 婚信結很沉默 我們這麼單純 那時候會跟什麼人家結婚信 家台 你這個死因 是甚麼在店外面 亂來吧 不是我啦 怎麼是我 太太不是家台 你有注意到嗎 有誰沒在我們的現場 大嫂咧 對 對 Sakura人 我怎麼沒說 Sakura沒去 才去 Sakura Sakura是最多一個 看到遙控器的人 Sakura最近看誰最不適合 她 她 孫子 你的意思是 Sakura把遙控器搶走 Bingo 怎樣 我像不像名偵探雪真呢 不行 不過搶去哪裡 那還用說 平大嫂那個迷糊腦袋 一定是藏在家裡 趕快走 站住 遙控器 進來 遙控器 遙控器 不行 又壞了 太老命 我拆掉了 拆掉了 拆掉了 媽 別動 不是遙控器 是 這 各位 各位 對不起我走了 連遙控器也全部都帶走了 請不用再找了 這是錄給你們大家的話 媽媽 謝謝你的照顧 能夠擔你的媳婦是我的福氣呢 既然是你的福氣喔 是怎樣怎樣要離開 天大地大 你是個女人 是因為你去哪裡 我真的要讓你漏事喔 學政姐 我最應該感謝的人 應該是你 我知道 你一直在默默的保護著我 不然 我著作被大家笑 哎唷 Sakura 你如果真的不回來 哎唷 出名討貝 就是啊 佳太 我跟那個人 吵架的時候 你都站在我這邊 替我講話 比起那個人 你實在是好太多了 唉 那個人啊 簡直是個大笨蛋 你說誰大笨蛋 人家啊 那個大笨蛋 我再也不想跟他說話了 你說呢 那是找人嗎 我想喔 他應該剛才才離開 找不到多幸 嗯 他如果是坐客人車 不知道已經到了 他該不會 你怎麼這麼肯定 他沒錢 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的爸爸在這裡 他辛苦沒錢 哪有個人坐客人車 老爺啊 你都要保庇 三個那邊 我都要走回來喔 是啦 我做不好人家的媳婦 就讓我離開吧 請大家不用找我 你按著幹嘛 你甘願了吧 你已經聽得沒電了 都扁掉了 都扁掉了 你已經聽得沒電了 你不要扁掉了 你不要扁掉了 這已經不是大嫂的聲音了 還在聽 而且啊 我已經聽了一百零八遍了 你即使再聽了一千遍啊 大嫂也不會從裡頭跑出來的 快點吃 快點吃 唉呀 我這個名偵探學貞 好像算到 Sakura把遙控器搶起來 所以不算到 她的離家出走 她怎麼回到日本 前衣道上 什麼啊 Sakura回到日本 看衣道上 唉呀 等一下 Sakura 她老頭告訴我 她說在二十多年前的 九月十一號 是她的腳上離開衣道呢 所以喔 每天到九月十一號一天 Sakura和蜜蜜蜜人的人 都在背著她的肚子 怕她艱苦 剛好今年的九月十一號 是中秋節 那也是Sakura 頭一天在台灣 過中秋啊 所以你想看看 她感覺告訴妳 她要回去禮拜 唉唷 這麼重要的事情 她怎麼跟我說一聲 對不對 那是說 她那個媽媽 怎麼已經九月十一號 這天離開了 哇 這對沈爺人家來說 真正是大條事 她如果背她的肚子 也是應該 我怎麼會不同意 嗯 啊 Sakura是妳人家的大媳婦 是啊 中秋節那天要拜拜 要做月餅 那妳家只要團圓 那妳人家的事 我有誰來問說 Sakura她是不是會想她的肚子 是不是會想她的家 中秋節做月餅就不會有 我們都中秋節前做月餅 好 要寄給她清楚 那看啊 那是說 待會兒這道事 說一聲就好嘛 欸 嘉欣啊 妳媽有跟妳說嗎 喔 有 有啦 有 那是說 她如果沒有跟我說很白 還是她都沒跟我說完 我一個知道 我就開始 加我們賺總點費了 不是 我是那君子 賺總點費 我剛才希望 在中秋節的時候 帶我們幾個月去日本 跟Sakura已經搭上團圓 給Sakura一個驚訝 不過 我心裡很害怕 怕說 這錢太不夠了 但是我去日本 Sakura已經很難了 所以我一直問 沒跟她說 唉 妳一個小孩 這年長大的事 妳說不說 妳每個月前 妳都交我 我也有小孩 是 是說 搶來搶去 不然我搶去那裡 搶不去 妳也要跟我說一聲 對嗎 但現在事情這麼大 大家說五歲 看妳要怎麼收拾 媽 原來那小孩是妳的喔 怎樣 妳不以前說咧 唉唷 大嫂懷疑啊 是哥在藏私房錢 Sakura Sakura 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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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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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是你們 大事短點 唉 報告一個最新的小型 我跟艾芬 開會討論的結果 一直認為 Sakura 離家出走了 哼 你們大家 好像都知道了喔 嗯 但是 你們絕對不知道 Sakura 離家出走的 關鍵點 唉 就是要請問她 我要她 她就走不遠 她就只能留放手 如果我趕她走